胡锦涛为何34年不回家乡,皆父亲死不明目内情,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裸退后其动向一直备受舆论关注,近日有关胡锦涛从1978年至2012年间34年间没有踏足其出生地江苏泰州,而其父亲含冤离世,此不明目的心酸往事,再次被提起广告。 胡锦涛于1942年出生江苏泰县县泰州市祖籍市山清水秀,名人辈出的安徽济溪县,小小济溪,自古祠堂,文化兴盛,曾有大小340余座祠堂胡适宗祠是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座,被称为江南第一祠胡适宗祠,始建于宋代宁嘉靖年间兵部上书胡宗县进行了扩建,清光旭年间又做了大修, 如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胡锦涛的祖父,祖母从清朝末年就从安徽济溪,迁到泰县上罢卖茶叶为生。 胡锦涛的父亲胡敬之又名胡曾玉,继承了胡家的衣钵,也以卖茶叶为生。 胡锦涛父亲胡敬之胡曾玉生于1917年在泰县江宴上完高中后,一直担任小学教师,母亲李文瑞娘嫁江苏东台毕业于南通女师。 他们1941年在上海结婚后,就返回泰州大家庭,与母亲陈氏一起居住生活。 1942年12月,生下胡锦涛后,还育有二女胡增心长房,这女胡锦涛大胡锦涛一岁1948年随母回继西营州坑口老家居住胡锦涛七岁时母亲李文瑞,去世父亲胡敬之一直没有再娶胡锦涛为胡家独子,旗下有妹妹胡锦荣于胡锦来。 胡锦涛将三个孩子送到妻子的旧母处,抚养成人,胡锦涛在泰州读完小学、中学,考上清华大学后,才离开胡锦涛讲胡锦涛,曾在屡历表集灌篮中填过泰州,受到父亲训导后,从中学开始,就一直填。 安徽纪西胡复,还冤离是临终未得平反,胡锦涛父亲胡锦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泰州曾受过中共的迫害。 青年的胡锦涛当时也曾遭到当地领导的冷遇,却寻求替父亲平反而不果。 胡锦涛父亲胡锦涛在文革中,因开罪了当地的造反派,被造反派诬告贪污公款,并且将其拉到台上进行批斗,还将他关了起来。 胡锦涛被关的时候惨遭迫害,其身体一天天跨了下去。 道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只有50多岁的胡锦涛,死不瞑目地离开了人世。 当时10年36岁左右的胡锦涛,正在青海任职,已经是副处级干部。 胡锦涛听到父亲去世的噩耗后,马上赶回了泰县在安葬自己的父亲前。 胡锦涛找到泰县有关部门,和当时的陆姓县长,以及其父亲的单位领导们。 请他们为自己死去的父亲平反,而给开一张盖棺定论的证明。 当时,有不少部门的副手,已经答应为胡的父亲平反。 并且这些人还劝胡在当时泰县最高档的泰县饭店摆两桌酒,请那些领导们过去喝,喝酒,谈谈。 新第二天中午,胡锦涛花50块钱,在当地最高档的泰县饭店,摆了两桌酒席宴请泰县领导。 在当时算得上是很大的排场,因为当时的50元,是一个中层干部,一个月的工资,至少相当于现在的1500。 他希望县领导高台贵手为其王父平反,但是一直等到下午3点,都没有一个人来赴宴。 在受到当地领导冷遇的情况下,胡和亲友坐在饭桌旁,面对两大桌酒席,只好哀声叹气最后,胡锦涛将饭店的所有厨房师傅以及其他职工喊到了一起,请他们帮忙将当时当地最高档的两桌酒菜吃了。 眼看这些原本素不相识的人,吃得不亦乐乎胡一家人,只好强作笑脸牛苦难言,从此泰州成为胡锦涛的伤心之地。 他一直对自己的出生地,避而不谈三十多年来再也没有回过故乡。 他的旧居已被当地银行占用胡锦涛,三十多年为他足泰宪的另外一个心结,是他的母亲娘家里的人,没有在胡家最困难的时候站出来。 反而选择和被污蔑的胡锦涛,划清界限胡锦涛叙事,后因历史问题未得到解决。 所以当时胡锦涛母亲的娘家人,反对将其父胡锦涛和其母李文锐合葬,以避免在那两个凡事的年代里,受到牵连胡锦涛只好将自己的父亲葬在了离自己母亲坟墓五公里的一个乱坟堆里葬妇后,胡锦涛再也没有回过。 泰州随着胡锦涛的地位越来越高,泰州和姜燕方面,出大额资金,将那乱坟堆改造成了豪华的陵园公墓。 在胡锦涛当上一把手后,泰州官员更是企图讨好胡锦涛。 姜燕曾经在2004年给胡锦涛打报告,说,要将那公墓里的所有坟墓全部迁移出去,而只留胡锦涛父亲一人的坟墓。 在里边当年胡就读过的两所学校也保留了胡读书的教室,没有拆迁当地官员,还策划了一连串与之相关的政绩工程,一边让胡返乡记组时,看到到胡锦涛当政十年期间从没有返乡记组。 2012年12月27日,28日胡锦涛现任中共总书记后,才返回34年魏帕族的故乡记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